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繼續玩我們的碰碰法師了 那這邊有觀眾跟哲平講說 希望哲平可以把我左右兩邊的圖給他換掉 我也確實是蠻久沒有換圖了啦 那個基本上是剛玩的時候才放的喔 然後這邊我們就換了我們的圖 左邊是我們的寵物圖 右邊是我們的角色圖啦 那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今天我們的彩蛋啊 這邊是可以換東西喔 那上一次有跟大家看到大家的留言 大家好像是比較推薦哲平可以換那個 武器喔 因為聽說武器好像是比較偏難抽的喔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來換一下我們的迫賽東拳杖啦 沒有問題喔 那剩下的話基本上我們也是全部來換這個票券喔 就是把這個票券換完之後 如果下一次有什麼賽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打 那剩下我們就換這個好不好 然後基本上沒有問題 因為其他部分的話我們都可以從那個 關卡來給他打掉或是怎樣直接拿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來 進化我們的迫賽東拳杖了嗎 好 沒問題 黃金街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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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好不好 我們這邊的話還差一個 還差一個衣服我們全身就是都黃金裝了喔 那我右邊這個圖應該要放到很久才會再換 結果我們今天就馬上把那個圖給改掉 笑死喔 那今天基本上我們升級成功之後的話 浪潮有小機率可以冰凍敵喔 而且這個冰凍敵人應該是全部敵人都有機會冰凍的喔 就是他是一次一隻之類的 就是他不是一次冰凍一隻 他一次就是有機會可以冰凍整個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關卡 狂崩雪原給他走起喔 來 難不起來說我們的水杖的話 基本上他會有那個就是海浪嘛 那海浪基本上是在那個 血量比較少的時候呢 他會有一個擊退的效果 那普通平常的話 如果我們這邊給他加一個就是那個 冰凍效果應該會不錯喔 但好像都還沒冰到的感覺 那機率確實是比較低的喔 他如果百分之百一直觸發的話 那真的很噁心喔 真的到現在還沒有被冰 欸 還沒有被冰 但沒事沒事喔 這種一天我們會被冰到的喔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鳥鳥 一個火球 沒問題 這關真的是比較麻煩欸 跟上次那個一樣 比較麻煩一點點 這個的話就是上次基本上也是這樣的 一個那個石頭陣型 就比較尷尬 好 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打起來喔 那既然是冰雪關卡 那我們就盡量選多一點這個 火球的部分喔 因為他們冰雪關卡的角色很多 可能一些什麼雪精靈啊 或是什麼一些BOSS吧 他們是不會被那個冰凍傷害給冰到的喔 所以我們這邊就用他們燃燒效果 燃起來應該不錯 而且我們這邊又有火鳳凰 所以我們整個那個火球啊 就是滿滿滿喔 各位 就是滿滿滿的 完全沒問題喔 沒 沒問題 弄起來弄起來 那我們打起來齁 然後這邊給他走起 目前來說都是褲頭 然後目前來說我們的水戰 好像還沒有冰凍到半隻 哈哈哈哈 所以不知道到底 到底那個冰凍的機率會不會很大喔 因為冰球那些的話確實是滿大的 因為冰球那些就是直接打過去就沒問題了 但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什麼 我們的這個 冰葬的話可能機率就 欸有了冰到了有沒有看到 會選擇一隻冰 就是會隨機啊 就每一隻都有他的機率 每一隻都有他的機率 然後冰到就很爽這樣 又冰到了 欸 剛講完就冰到欸 那其實說真的他的冰凍的機率也不會說真的很低欸 很可以欸這個 不錯的冰葬喔 冰葬 水喔 我覺得還行 這個不錯 你看 越多隻在這邊的話 這個冰凍的機率應該就很爽 而且一次如果 欸 好運 全部都冰到 哇 那真的是爽歪歪 因為目前來說不知道他的那個 他那個判定是怎樣 就是 他是冰到一隻之後 其實他就不會冰了 還是就是其實每一隻都有一定的概率 我覺得應該是 每一隻都有一定的概率喔 每一隻都有一定的概率 來來來 你看又冰到了 這個冰真的其實還蠻保命的 而且再加上我們這個破在東杖啊 就是 他血量低的時候他有一個擊退的效果 又擊退又冰凍的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不錯 那另外一個衣服的話 他就是保命的衣服啦 就是 他的那個回復血量那個 那個什麼 概率 好像 欸不是概率 這是%數啊 更高 所以你回血功能就會比較 強力一點點喔 所以那個 衣服到時候如果下一次有那個 再一次我們加年華 然後有衣服的話 絕對換衣服喔 絕對給他換起來 然後目前來說 這遊戲好像就沒有在出什麼其他的 就是那個 比較神的衣服欸 就是生死士裝備好像就只有一個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出其他的就是喔 生死士裝備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就還滿爽的 就是真的是不用去花錢幹嘛之類的 這遊戲真的是小品休閒喔 但我覺得他應該 我覺得他應該是看我廣告啦 就是大家 就是要回體力的話看廣告 因為大家基本上 誒 看廣告跟花錢大家會比較選擇看廣告 而且又是這種就是很想要刷體力的東西 大家就會很樂意的選擇看廣告喔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他們應該 開廣告的時候依舊不肥 我是這麼認為的 誒他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球 如果是 沒辦法就是打到東西 然後會一直輪回的話 他會把它消掉 現在有這個機制了喔 來來來來來來來 弄起來 先把這個 吸球給打爛 其實搞到透面真的覺得他們這個 起量真的變好多喔 跟一開始有比真的是沒得比 你看那邊又冰凍到一隻 好爽誒 誒真的運氣不錯的話 你是真的很爽一直冰誒 但你要找到那個就是不錯的一個 一個那個冰的範圍 因為我們那個破在洞的這個杖啊 他就是我們前面的 前面一排才會受到那個冰凍的效果 還有就是海浪效果 所以會有一些地方是沒辦法被打到的 所以盡量就是要把整個那個 自己的位置調到就是 前面都有很多敵人那最爽 喔 你看 又冰到了 好爽誒 果然我覺得優先應該選擇破在洞全上 還不算不錯 無敵盾牌來無敵會的 弄起來弄起來 喔喔喔喔 你看你看 一次凍三個 哇 這個好運 好運 好運 好運真的很好誒 天哪一次凍三個誒 齁齁 所以這邊就可以證實了好不好 他每一隻都有一定的機率 然後就是靠那個機率來去做事情這樣 還不錯 這個不錯 不錯不錯 來 還行誒 因為他如果是一隻的話 那就比較 也不會說不好 就是比較偏可惜 但是他竟然是 每一隻都是隨機機率 哇那真的 如果你哪一天 你打到前面都一大堆BOSS對不對 那 那你那個誒 你前面一大堆敵人的時候 你突然來一個那個 擊退再加上那個 冰凍 爽歪歪誒 真的是爽歪歪 誒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沒有挑到新關卡誒 應該是有挑到新關卡啦 嗎 我不知道 因為感覺好像這關好像打過 因為這個石頭的位置 好像跟上一次打的關卡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這關又是60層對不對 所以又是60大關 就是跟我們上次打還是一樣的 因為我記得我們上次好像也是在打60大關 居然嗎 忘記了 如果下一隻是那個什麼 下一隻是戲下跪的話 那應該就是 就是我們打錯了 沒關係 反正我們來測試這個 拖賽東杖哦 是真的蠻爽的對不對 是真的蠻爽的 尤其是如果都運氣好 都冰到的話 就很舒服誒 來來來 狂戰士是吧 不過現在這個小兵的這個血量是真的都高很多啦好不好 就是跟以前比沒得比 不過現在 為什麼能夠撐這麼久都還活著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那個蝴蝶吧 我覺得蝴蝶真的 一直狂加血量真的是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保命技 保命技 沒錯 來來來 你看這邊他們的血量真的是有夠硬的哦 哦 你看 連兵四個 太爽了 這個拖賽東 有感有感耶 大家推薦的果然是好物哦各位 果然就是好東西 這個很舒爽 這個太厲害了 只是我們現在真的是 沒辦法就是像以前那樣一擊必殺誒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如果你有課金如果你玩奧後面的話 你是不是如果裝備提升上去的話是可以就是 不用打那麼久 就是刷刷刷一隻就結束了這樣 有沒有這可能 應該是有 不然課金就沒那個意義了 到時候全部全身都是那個 黃金裝備的話 全部升上去的話不知道就是那個 威力究竟會如何誒 你感覺這些敵人的那個血量是真的挺多的 你就是沒有辦法 你如果沒有打一個連續combo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 就是太快直接把門給殺掉 你就只能就是combo上去疊這樣 來來來 第四十二層 我覺得這一次第六十層應該有可能是氣一下 故意有 應該有可能 因為我可能真的按錯了 因為不可能連續兩關都是那個吧 都是六十層的吧 其實後面的關卡每一個都是六十層 那確實挺恐怖的誒 因為六十層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越打到後面 我們自己的記憶體會越強 因為我們一直不斷的升血量嘛對不對 但是敵人的話也是喔 他們也是會越來越強的喔 所以關卡數越高的話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更多很酷炫的球球出現啊 或是我們就是 能力越提越高 但是 對面的話也是會非常非常可怕 哇 這火球戰喔 我們現在已經從那個 雷系法師慢慢地轉為那個了 慢慢轉成我們這個火系法師有沒有看到 我們之前都在雷有沒有 然後現在直接變成大火好不好 有這個火鳳凰就不一樣了 不過我覺得寵物應該要有一個是那個啦 就是增加火屬性的那個傷害才對阿 不然就是如果我們有這麼多火焰球 然後寵物沒有增加火屬性傷害 那其實蠻 蠻虧的耶 因為感覺選火球或選什麼球好像就 沒有一定的必要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選那個阿 都是選那個 火箭球跟那個 雷電球 因為那幾個是可以擴散 就是可以散發 然後打一些就是血量比較低的 那如果我覺得就是 如果雷系寵物或是火系寵物 他們可以就是 幫就是我們主角阿 加一些就是那個 就是球球的一些能力 那在選球方面的話就會比較 知道自己該選什麼 真的我覺得這樣好像 好像也比較好一點點 來來來來來 49層了 50層來也 還有10關 就要面對BOSS了 究竟這次的BOSS是誰呢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矽下櫃喔 矽下櫃的機率蠻高的 你有時候看這個球球在這邊彈彈彈 真的覺得很可愛 哇 又彈上去了 太省啦 很會彈 有夠會彈 可以嗎 可以 打掉 51 有喔 矽下櫃開始出現 那我就覺得 是吸血鬼王的機率 大概有87%吧 87% 唉唷 有 炸爛 真的是越來越 欸 我感覺好像又 又沒有欸 因為我上次打的時候好像也沒有看到這個 補血師出現啦 所以這個應該是新關卡吧 而且我覺得感覺整體來說好像也比上次打的時候感覺還要硬很多欸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新的 應該啦 開始 開始 開始說服自己 開始說服自己 而且我玩遊戲的那個記憶程度真的是很低喔 真的是 如果 隔了差不多一天一兩天吧 你就會忘記自己 上一次在幹嘛了 真的會忘記自己上一次在幹嘛 笑死 真的很保密 以前來說都超怕就是一堆敵人就是 蹦出來然後 在我們面前 然後現在自從有了蝴蝶跟那個 有了蝴蝶以後啊 就真的完全不怕了 因為你死了還有一次復活 而且我們血量超高 我們乾脆用肉身來擋 基本上也沒有問題這樣 你看 也沒有欸 他一次打10點多K欸 好像也是蠻噁心的喔 沒事沒事 呦 可以了 進去吧 剩下最後三關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BOSS究竟是誰 換買幾雷 那兩隻是盾牌冰 難怪覺得怎麼好像都打不死 哇你看這個冰 冰到真的很舒服欸 欸 反正自從我們有了鳳凰之後啊 坑騷選就是那個閃電球跟那個 跟我們那個飛彈球之後 就真的很少再看到飛彈在到處飛來飛去 真的耶 剛剛只有選一個 來了手裡來洗 欸真的是蝴蝦咧 到底是不是打過了啊 我覺得我自己按錯了耶 我覺得按錯的機率蠻高的 按錯的機率是真的蠻高的 夭壽 吸血鬼 吸血鬼比較麻煩的就是他第二part會有那個 墳墓 然後墳墓沒把它打掉的話 他會復活 好不好 這就是比較 麻煩的地方 看起來超像球在打他頭的 好可愛喔 唉唷 我們剛好有那個分身球球 這樣會分更多出來喔 沒了 喔 這邊好 這個位置好 你看 直接打到一個位置 直接把它削爛 我還是覺得 看久了還是覺得這個球球有一些軌跡跟動作 我都會覺得他們很ㄎㄧㄤ 你知道嗎 這個球球很ㄎㄧㄤ 你知道嗎 冰凍墓碑好像沒辦法減緩他回合 不過我們炒到一個好位置了 就是這個位置 一局把你定爆 有沒有 直接刷爛 沒問題 好 我覺得我是按錯了耶 對啊 啊 白癡 是51啦 果然按錯了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我們這次的彩蛋節啊 復活節我們是換了波賽東拳杖 那是順利把它升到傳說階級了喔 那傳說階級的話基本上就是浪潮有小概率能冰凍敵 那我覺得是 真的 好不好 好像還蠻厲害的 就是其實機率還算蠻高的喔 那你們的這個 這次換了哪一個裝備 你可以在前面跟大家講給大家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是曲評 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